射线进入人体后,如何发生作用呢? 一般来讲分为两类 一,直接作用 二,间接作用 什么是直接作用呢? 直接作用就是放射线的粒子直接地和把原子发生作用 产生电离和激发,发生生物学的改变 这是直接作用 间接作用就是发射的那么射线的高能的这些粒子 和把原子的刺激的电子相互作用产生一些自由基 那么这些自由基在和一定距离之内的把原子发生作用 产生生物学的改变 这是间接作用 无论是直接作用还是间接作用 它们最终导致的效应是 让肿瘤细胞DNA的双链的断裂 让肿瘤细胞不能复制 这是最终的效果 我们当然是希望直接作用 直接撒灭癌细胞 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些放射生物学方面的原理 L-CoA模式 这是比较基础的一些知识 我们希望通过DNA双链的断裂 让肿瘤细胞不要复制 我希望通过DNA双链的断裂 我们希望通过DNA双链的断裂 让肿瘤细胞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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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肿瘤细胞裂